我收拾 對 你要呢 你要戴我這樣 我就一樣繼續 那我們就說好嘛 就是都可以要肚臍嘛好不好 我們開一樣的長度 這樣就不會有比較啦 還是你開上我開下這樣 什麼下 好下 你是說 你只穿上半截嗎 這樣平均這樣 欸不對這樣也不對 對 還沒有認真的挑選 因為光是記得會其實 挑衣服的部分就有點焦脫爛 因為畢竟都是完全沒有經驗 所以對自己的身材也比較沒有那麼有 自信所以很努力的希望可以穿得 看起來顯瘦就很緊張 所以是說你一天有6公斤 嗯 目標還要希望可以再收個三十幾千 對 因為在鏡頭上還是會 包大 我覺得小林最了解 鏡頭會加6公斤 雖然你要把自己那個 看起來大概多少的 然後再加6公斤上去發現不行呢 你就要再往下走 對這個真的是很專業 因為6公斤是剛剛好是我 就是本來瘦 瘦 因為我現在是四年前是這個體重 然後之後這四年來就是一直 很向身長 然後很向發展 所以我現在就瘦回去本來的體重 真的有自信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很重要 現在蛤子很重要嗎 因為我一講完 你們就知道我胖多少耶 好了 你就胖了10公斤啊不是嗎 對啊 但現在瘦6公斤 所以現在是 所以現在有到5嗎 所以現在有到5嗎 有 現在50出 真的 有到55嗎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那時候太胖了 現在終於降 終於降下來了 51 52 對對對 我講出來了 有在加油車啊 對啊 所以你目標是 40出 對啊 至少要 等一下BMI都幫你算出來 有耶 他這麼瘦了 還需要減重 你們都要躲B人 電視上多6公斤 但其實因為 就是這幾年來 就一直持續有在瘦身 但是你遇到大典禮的時候 就是每天都是吃兩餐 然後過了5點之後不進食 然後都是吃水煮的東西 然後把所有的麵粉類的東西 就像我們吃麵包 不是麵 不吃餅 麵粉 對 然後澱粉不能切 澱粉跟米飯還是要吃 不然的話腦蛋沒有辦法運作 但因為我本來就也不碰甜的嘛 所以其實就是飲食之外 然後搭配運動 就每天一定還是要做個30分鐘的 簡單的運動 然後瑜伽伸展 因為線條件很重要 像我前幾天就是出外景 其實上山下海 然後就是淚會水腫 所以其實我這三天就是為了記者會 我就第一天做了推遲 第二天做了拍獨水腫 然後昨天去做了橋補 對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說 欸你休假都在幹嘛 我說我休假 我就是去找我的按摩師 我的方療師 我的中醫師 我的運動教練 像從活收事 對 欸 第二天是平衛的喔 活收事 對 你要嗎 你要再講多出來吧 我就 一樣繼續 因為畢竟平常沒有什麼機會 就是 有這種 症狀出席 對啊 性感嗎 這樣應該算 這樣可能有點問題 一點點 對啊 對啦 你今天都漏背啦 然後就 我覺得這雙視率好像沒有特別去思考的這個點 因為 雖然是漂亮的 但是我沒有想像我們一樣奇怪 我們讓以前很多沒有在時間有限 才發現沒有辦法 被訪問到的這一些受訪 什麼都有機會 可是 你面前這些人 你會知道的 教練感情 這些人應該 可是我沒有 沒有心思想那麼多欸 因為我們就說好嘛 就是都開到肚臍嘛 好不好 我們開一樣的長度 這樣就不會有比較啦 還是 就是 你開上我開下 什麼下 下 你是說 你只穿上半截嗎 這樣平均這樣 欸 不對這樣也不對 對 那就要女主持人真就好了 看我們這麼好群人 兩個人還撞衫 你看 很有默契 對啊 我們 不然我們在那個群組 再聊一下好了 就是我開 我開 你開高叉 然後兩位裡面都不穿襯衫